就是大家现在看我的头发 它不是我的头发 我已经光了 全光了 那因为我在家比较没有在 就是带家发 所以小朋友那天问我说 妈妈 我已经好久没看到你有头发的样子 我都忘记你有头发长什么样子了 亲口宣布确诊乳癌后 朱信怡第一个通告现身TVBS 因为做化疗 头发掉光 不久之前她发现自己右边胸部罹患乳癌 本来打算做预防性双乳切除手术 不过医生并不建议 回想去年11月照镜子 发现自己右边胸部有点不一样 上节目为了医师被告知需要紧急去做检查 在诊间赵超音波做了穿刺切片等检查 最后被发现罹患乳癌第二期到第三期 我的副作用很多 包括我的肠胃黏膜会全部坏掉 不知道是标靶还是化疗出来的副作用 长满所有烂动 你整个脸像毁容一样 做化疗之后 朱信怡不光是掉头发 身体有黏膜的地方都开始出现变化 接下来得做完六次化疗 预计五月份开刀做切除手术 朱信怡这个周末要做第四次的化疗 也因为化疗副作用头发全掉光 不过她依旧很正面 希望能用公众人物的力量 带给病友正能量积极面对治疗 TVBS新闻廖广斌神奖文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未经许可遣